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自一个有诗有梦的童年 各位好 欢迎来到《诗词大世界》 我是子飞 在上期节目中 我们分享了一首唐朝诗人王博 所写的《复德古原草纵别》 不知道小朋友记不记得这首诗 一天一首诗 我们最好把它都能记下来 我们来回忆复习一下这首诗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这首诗描写的是诗人 送走知心的好友 虽然是离别 但是草原上雨冲冲 茂密的青草 却代表了对朋友的一片情意 我们今天的一天一首诗 学的也是一首李白所写的诗 李白的诗我们讲了不少了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讲的是 赠孟昊然 李白和孟昊然 我们之前讲过 他们俩关系特别的好 李白对孟昊然很敬养 因为孟昊然第一 他年龄比李白大了有十来岁 而且在李白刚刚出道 还是小鲜肉的时候 孟昊然已经是 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了 所以李白对孟昊然很敬养 而且两个人这个脾气 性格也很相投 都是那种很潇洒的 不拘于功名利禄这样的人 所以李白写了一首诗 孟昊然 我们来看看 他如何表达对孟昊然的 那种景仰之情 五爱孟夫子 风流天下闻 红颜气轩勉 白手握松云 罪月贫重盛 梅花不适君 高山安可养 徒子一清分 我们来看看这首 并不是很难的诗 第一句 五爱孟夫子 孟夫子呢 指的就是孟昊然 夫子啊 我们都知道 著名的夫子有谁呢 有孔夫子 还有谁呢 有孟夫子 但是孔孟啊 这里边的孟夫子呢 指的就是孟昊然 是一种尊称 表示呢 对比较年长的 而且呢 很有学问的人的一种叫法 第二句 风流天下闻 风流 古代的风流和现代的风流 那是完全不同的含义啊 古人呢 以风流这个词来赞美文人 所以你看啊 我们在比如说 《水浒传》里边 像西门庆那样的人 我们是不会用风流来形容他的啊 风流呢 在古代是一个非常好的词 包一词啊 用来赞美文人 主要指的是有文采 善言词 然后呢 风度 潇洒 不钻淫 苟且 所以你看 有才能 而且呢 有气质 有品德 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风流 是一种非常高尚的说法 这句话呢 我记得我们在第一季的节目中呢 曾经提到过啊 就是说孟夫子呢 红颜的时候啊 红颜呢 不仅仅用来形容年轻的女孩子 也用来代指年轻的男子 就是说孟夫子从他年轻时代起呢 就对这个宣勉 宣勉什么意思 宣 勾 勉呢 帽子 古时候什么人才能戴高帽子 只有做官的人才能戴这个高帽子 所以呢 高帽子呢 用来形容说这个人呢 戴上高帽子 做了大官啊 荣华富贵 而孟夫子呢 在小鲜肉的时候 他就对这些呢 完全不感兴趣 第四句 白手握松云 白手指的就是白头发啊 就是年纪大了 握松云呢 就是他在这个 苍松翠柏 白云之间呢 酣畅的睡眠 我们来看第五句 岁月贫众圣 这句话有点意思 岁月 是月下罪隐 很多呢 比较潇洒的啊 这个胸怀宽广的诗人呢 喜欢对月饮酒 比如说李白啊 对影成三人嘛 那么 在月亮之下饮酒 众圣 这个呢 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啊 这里边呢 这个字啊 就是这个忠 中国的忠 我们要念成四声忠 它是指忠圣人的简称 其实呢 就是喝醉酒的意思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在三国时期啊 曹操呢 是严禁饮酒的 而他手下的一位大臣叫徐淼啊 身为尚书郎 但是呢 却私自饮酒 就犯了饮酒令 当时呢 有下属啊 就来找他说 问事的时候 问这公事应该怎么怎么办呢 他竟敢说自己呢 我忠圣人了 就说呢 我自己 喝了酒了 因为当时呢 人们把这个酒字啊 他要避讳 怕这个曹操处罚他们呢 所以把清酒叫做圣人 而酌酒呢 叫做贤人 这真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曹操不是不让我们喝酒吗 平时我们也不能随便提到酒 怕被罚 所以我们就说了 喝清酒的时候 我们叫喝众圣人 饮这个酌酒的时候呢 叫众贤人 所以呢 后来把众圣人 或者叫众圣 代指呢 饮酒而醉 这里边是有典故的啊 要弄清楚这个典故之后 我们才能读懂这首诗 来看第六句 梅花不是君 梅花指的是弥炼花草 在这呢 只陶醉于自然的美景 弥君就是侍奉皇上 那就是弥炼花草 不侍奉皇上 我们来看第七句 高山安可养 高山说的是孟浩然 那这个品格高尚 令人景仰 高山我们看的时候 都要抬头看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令人景仰 第八句 徒辞一清芬 说只有在此呢 像您这样 清高的人品呢 致敬了 写这首诗的时候啊 李白呢 是离开了四川 他游江陵 小湘 庐山 金陵 扬州 孤苏等地 这么转了一圈之后 捋了一趟游 然后回头又到了江夏 专程呢 去襄阳 拜访孟浩然 不巧的时候 孟浩然呢 这时候他已经外出 去巡游了 所以呢 李白很遗憾 写下了这首 赠孟浩然的诗 表达呢 他的景仰之情 和遗憾的意味 高山安可养 徒子一清芬 这两句呢 就是透露出啊 我仰慕 孟浮子 但是没有能够见到他 尊重您的 庄重潇洒 那么您的为人高尚 风流倜傥 是闻名天下的 您在少年的时候呢 鄙视功名 不爱冠冕车马 高龄白首啊 又归隐山林 摒弃陈杂 只和苍松白云作伴 在明月的演应之下 孟夫子不醉不归 潇洒非凡 寂情于好山好水的 美景之中 胸怀豁达 连君王啊 您都懒得搭理 如此高山一般的品格 我怎么敢仰望着他 只能在此呢 深深的鞠躬作衣 以此来瞻仰他的道德光滑 这首诗里的 红颜气宣勉 白首握松云 也就成了流传至今的名句 好 我们今天的一天一首诗呢 就讲到这儿啊 在下一期节目中呢 我们要分享啊 另外一位唐朝伟大的诗人 就是杜甫的春望 希望您呢 锁定中华电视网 关注诗词大世界 好 感谢收听和收看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进入呢 由小璐老师为您主持的 汉字小课堂 大家好 欢迎进入今天的 汉字小课堂 我是小璐 今天呀 我们和子菲老师 一起学习了 又一首唐朝大诗人 李白的诗 叫做《赠孟浩然》 李白呀 去找他的前辈孟浩然 不巧的是啊 孟浩然云游去了 那么李白就感慨啊 说你看看 咱们这前辈这个情怀 所以说我呢 只有写一首诗 向孟浩然前辈 清高的人品致敬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 汉字小课堂啊 就来学习一下 代表致敬的这个字 图此 依轻方的依字 那么这个依啊 我们最最常见的用法 就是坐依的依 它呢 是左右结构 左边是一个提手旁 右边呢 是由口和耳 叠在一起组成的 非常的形象地呈现了 坐依的这个姿势 首先呢 是以手部动作为主的 那么右边的耳和口 代表身体的这一部分 不同幅度的向前倾 那么这就形成了坐依的这个动作 在中国古代啊 人们相见的时候 不是握手 也不是贴面 也不是碰鼻子 而是啊 用这个坐依来互相致敬和打招呼 那么坐依正确的读法 就像我们说的坐依 坐是四声 依呢 是一声 不过有的时候我们说话 口语表达的时候 读得快了 有的时候也会发成 坐依都是一声的读音 那么这个呢 就和我们英语里边 连读读快了也差不多 那么坐依这种打招呼的方式啊 在古代非常的常用 而且啊 它因为没有身体的相互之间的接触 所以说其实有好处 非常的卫生 不过因为历史的一些原因 现代啊 人们更多的还是选择了 握手的这种方式 不过 大家觉得吧 每逢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 人们送祝福的时候 其实还是喜欢用坐依这种方式 不过 大家千万别小瞧了 坐依的这个简单的动作 就这样简单的拱手抱拳的姿势啊 确实有着非常多的学问 在里面的 如果做错了的话 其实啊 差别还是挺大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什么样的手势 才是正确的坐依的手势呢 首先啊 我们说坐依拜一拜的这个姿势 其实是分为两种 一种叫做击拜 一种叫做凶拜 吉就是吉祥的吉 简单的说呢 就是好事吉祥事要击拜 凶拜也就是丧事要凶拜 而且啊 不光这个坐依拜一拜分两种 就连这个男女的手势也是不一样的 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 男女的手势啊 其实在坐依的这个动作里边 是刚好相反的 所以说您听清了 如果是吉拜 男生的手势是 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 盖住或者是抱拳都是可以的 那么女生呢 就恰好相反 吉拜呢 是右手在上 左手在下 那么大家知道了 胸拜呢 就是倒过来 所以说男生和女生的 这两种的坐依的方式 刚好的是相反的 稍微有点复杂是不是 所以说再和您一起重复一遍 吉拜吉祥事的时候 男生左手在上 女生右手在上 那么胸拜的时候刚好相反 所以说这样 大家就可以不会搞错 在祝福别人的时候 用一个正确的坐依的方式 来祝福别人 你看一个简单的坐依 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学问 而且啊 这个大家可能也不知道的 就是在古代啊 这个坐依分得非常的细 比如说它就分了 土依 石依和天依 角度不同 尊敬的程度也不同 所以说啊 鉴于我们现在 其实一般不用坐依了 所以我们就不讲那么复杂了 大家只要把坐依的 一字了解了 另外呢 在祝福别人吉祥的时候 首饰做对了 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的汉字小课堂 我们就到这里了 也祝福大家 2018年吉祥如意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